哈喽小可爱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鱼豆姐姐 哎呀师傅总是关键时刻靠不住 没办法还得靠自己 谁是我靠不住的 重点是你现在做不了啊 你别找接口了行不行啊 你就是不想教我 哎呀行行行教了 行啊行了吧 那我教你了 你得请我吃火锅 嗯那好吧师傅 行那你先去准备复制方块吧 蓝图工作台和扣卖卷轴 好首先呢我们来做去复制方块 我们需要红色的电线 然后硅石和硫磺岩 多做几个免得不够呀 然后那个我们再来做蓝图工作台 需要蓝精石 空白卷轴 工具箱和细羽毛 等等等等 哎呀这些东西还是很简单的嘛 像我这么富有 轻轻松松就做出来了 好了师傅做完了 下一步我们干什么呢 你先去找一片水 把复制方块的那个对角放好 啊这个我也会 这不就是对角放好吗 这边放一个 然后这边再放一个 哎搞定了师傅 然后呢 然后把蓝图工作台 放在其中一个复制方块的后面啊 蓝色的线就变成黄色的线了 好了 然后呢 然后把扣盘卷轴放进蓝图工作台 点击制作 来师傅 为啥做不了啊 你得输入名声啊 名称也输入不了啊 对呀 因为你现在不能打字了 那你为啥不早说呢 我都跟你说了 你这 做不了 你非不信 反正我教了 别忘了 火锅啊 啊 你跟萝莉酱太过分了 那我这些东西 起不都是白弄了吗 还浪费了我这么多纸张 还想吃火锅 我告诉你啊 啥都没有 你这哪这么懒呢 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你教我我才前面吃火锅 可是你现在就是在坑我呀 明明现在都没法做这个东西 你还不早说 你这人讲不讲理啊 我都早就跟你说了 都做不了 你非得缠人家学 不听不听 师父念经 反正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师父坑我坑我又坑我